我们马上进行到下面一个环节 希望刚才我们的介绍对大家有所帮助 希望大家明确地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在哪里 自己的机会在哪里 我们作为领导成长方案的小组 会拼我们最大的努力来支持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成功 下面我们进到下面一个新的环节 这个环节非常精彩 我们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项目 就是北美的我们的各位钻石在一起 做了一个讨论 我们推举了五位做代表 今天给我们所有的IBWA进行一些分享 后面还有重头戏 所以请大家仔细聆听我们下面领导人 给我们做的重要分享 第一位我想请出的话 是我们的Andy大哥 大家知道Andy大哥在台湾 所以现在是他的几点钟 大概现在是两点半 两点半了过了 所以Andy大哥今天可以说是特业不眠 对不对 为了我们这场会议呢 给我们这么大的支持 事实上在前面的几轮的会议里面 Andy大哥经常都是这样的 就特业不眠来支持我们超凡的工作 Andy大哥老是左右 左膀右臂 是不是 而且为我们这个超凡的行长 多年来这个竭尽心力 所以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我最近呢 从我的同事那儿听说了 这个Andy大哥的有一件 这个做得很卓越的事情 是台湾的同事分享给我的 就是说呢Andy大哥在台湾的团队里面 做健康营做得风生水起 引起了台湾这个Andy公司的莫大的重视 而且呢 他们觉得Andy大哥做得很成功 所以呢 这个很兴奋的分享给总部 刚好呢 也分享给我 所以我就了解这个情况 所以祝贺Andy大哥和团队 下面呢 我们就以这个批判的心情 这个热烈的掌声 虽然我们没有这个开我们的屏幕 没有发声 但是呢 让我们有气氛的心情 欢迎Andy大哥 对我们做第一棒的演讲 Andy大哥请 嗨 Andy大哥 Kevin大哥 还有Summer姐 还有各位钻石领导人 还有我们北美最亲爱的家人们 大家早上好 大家早上好 很开心啊 今天可以听得到 Daniel姐呢 带着我们 Kevin大哥跟Summer姐 帮我们解说的这么清楚 有关于 接下来这个新的财年 我们做了一些 更好的 对我们所有的IBO 更好的一种 这个 这个修改 这个修改 我觉得 应该这么讲 从事安利这么多年以来 我一直觉得 我最受 我怎么讲 就是最感动 我觉得最喜爱的安利的一部分 就是所谓的安利 跟我们所有直销商IBO的伙伴关系 OK 这个伙伴关系呢 如果各位好好的去比较一下 您自己的事业 或者你过往的这个 曾经工作的经验 你就可以明白 安利公司跟我们所有IBO 这个所谓的 这个伙伴关系 有多么的不一样 OK 那是一种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面的 一种伙伴关系 那最重要的是 安利公司一直以来 一路以来 这六十几年来 一路以来的这种 所谓的信守承诺 那这个信守承诺呢 我简单的稍微讲一下 过去我 刚加入安利到现在已经 27年28年了 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奖金制度呢 跟现在来比 说实话 现在我们的收入 要比过去要高的很多 再加上 我理解到 安利公司刚出创的时候 那时候呢 甚至于连翡翠奖金都没有 而为什么到今天 有翡翠奖金 还有钻石等等 以上更高奖仙的奖金 这就是与时俱进 改变而来的 那也就是说 安利这家公司 是可以值得我们 跟他合作 伙伴关系 因为他永远呢 是希望把这个更好的奖金制度 更好的产品提供给我们 让我们好好的把我们自己的 安利事业给做起来 所以我今天我当一个开场 的钻石来分享 我觉得我希望跟大家讲到的 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彼此互守承诺 信守承诺 但是这是彼此的 不是只有安利公司 信守承诺对于我们 但我们对于公司呢 也必须做到信守承诺 那我们只要各尽所能 比如说公司尽他的所能 做最好的产品给我们 提供最好的产品给我们 然后呢 提供更优化的一个 奖金制度给我们 安利公司信守这样的承诺 那我们呢 直销商 我们IBO 也要信守一个承诺 就是在规范当中 在营业守折的规范底下 在正常的市场秩序底下 我们呢 也把我们的安利的 这个所谓的3S的工作 做得非常的好 这也就是我们IBO 应该信守的承诺 我们只要各尽所能 最后就可以各取所需 这个是我今天 对于现在一路走过来 包括今年要做的一些改变 我非常有感受的 跟大家分享 那我觉得我们只要相信 彼此这个安利公司 跟我们之间的伙伴关系 我们可以走得更长远 而且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安利这个事业 发展得更好 OK 那这是我今天的这个分享 那最主要呢 接着下来 后面还有好几位钻石 他们都会分享得很精彩 更重要的是 最后还有我们的德佩哥哥 做总结 所以呢 各位要好好的听下去 那接下来 我要介绍的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Tommy大哥 各位 我认识Tommy大哥这么多年 他在我的心目中 一直都是那个 非常认真学习 为了学习 他不计代价 他可以呢 这个把学习当做是第一 当做是最重要的 他完全把老师 讲的这句话听进去了 而且他也做到了 他不仅仅自己呢 学习 自己学 他也带人学 更重要的是带团队学 还有呢 他呢 比如说 这个VCS这个工作 我知道从去年 我们就是说 现在这个财年的 后面这几个月 所谓的三月 到现在的八月份 他是做得非常好的 他带着团队也做得非常好 在VCS这个部分 那整个团队都超过80%以上 所以呢 他等一下的分享 我觉得会很值得 我们来学习跟模仿的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他不但自己学 这个自己带人学 还带团队学 他自己上聘 他带人上聘 他也带他的团队上聘 所以我觉得 待会他的分享 绝对会是超棒的 那我们现在呢 用最这个 期盼的心情 来聆听我们 Tommy大哥的分享 我把棒子交给我们 Tommy大哥 谢谢 谢谢Andy大哥 感谢感谢Andy大哥 感谢DNU姐 感谢老师 感谢 这个德肥大哥 宋伟大哥 主义姐等等的 所有的领导人 今天我首先想分享 第一个叫积极正面 老师永远告诉我 相信公司 热爱公司 热爱团队 热爱产品 所以今天 这么多的伙伴 很多的负责人 今天再一次 重复的教我 这个最好的制度 所以我相信 这个制度 能帮助到每一个人 我经营这个事业 十几年 我觉得现在 是最好的时候 最好的分红制度 所以很多的 新的合作伙伴 如果按着公司 这个新的分红制度 一起步 分红就是已经 很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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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呢 相信老师 相信公司 相信产品 相信团队 和相信自己的领导人 永远积极正面 善用这个资源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制度的理解 所以呢 今天我听了 Daniel姐这个制度 我很兴奋 非常感谢 Andy大哥 在我开始的 起步的时候 Jenny姐和 惠芬姐 把我带到洛杉矶 Andy大哥 就是经常讲到晚上 凌晨 两点 三点 手把手交 就是让我不断的了解 分红制度 所以呢 今天 我又重新了解 这个制度 我相信 我有很多 可能还不是很清楚的 但是我相信 我回到自己的团队里头 每一位IBO伙伴 回到自己的团队里头 重新学习 重新了解 如果按照公司的制度 去设定目标 我相信 每一个人 都能把这个资源 善用的更好 或者收获的更多 所以呢 我要去设定 我第一个目标 是我要求我每个月 我本人要有VCS150分以上 我本人 个人 要求我自己 每个月 我不管我今天上了什么Ping 或者刚刚开始 我都要达成个人PV VCS150分以上 第二个 以及我的团队 每一个人 要达到80%以上 80%以上 那第二个目标 一定要协助 每一个朋友 不管是横排 还是身排 都查成Q12DD以上 建立三组 第三个 一定要拿GI分红 GI分红是非常非常棒的 以其从GI分红里头 就会跨越到Q12的钻石 Q12的这个EDC 进入北美成长联会 甚至进入IBOAI协会 非常感谢 接下来 我会请出我自己的领导人 孙伟大哥 孙伟大哥呢 一直来不断地提醒我们 这个事业的好处 以及这个公司的好处 以及老师的好处 我相信 孙伟大哥 对老师的理解 和对公司的理解 比我更加的深入 下面有请我自己的领导人 孙伟大哥 给大家一起分享 谢谢孙伟大哥 好 谢谢Tommy大哥 Daniel姐 Summer姐 还有Kevin大哥 还有安利大哥 各位哥哥 各位领导人 安利公司啊 真是 就像刚刚 戴尼尔姐的 所有的导向 都是让大家 多拿钱 最重要的是怎么拿 如果我们不学 怎么拿的话 我们永远拿不到 他给钱再多 我们也拿不到 所以说呢 从去年开始 安利公司呢 就逐渐地 慢慢慢慢 就是把这些奖金 新的奖金数 开始交给我们 各个团队 让我们上面的领导 先去了解 再告诉下面 怎么样去做 所以说那时候 我们就开始 简单地录一些项呢 就以自己理解的方式 怎么样去让我们的 下面的IBO 更能了解 我们到底 怎么能拿到这笔钱 所以说刚刚开始 我们只是录一些 小的视频 自己理解的方式 去跟团队去讲 但是呢 真的安利公司 真的非常非常贴心 他们网上有好多好多的 就是为了辅助我们 怎么样能 这个平稳地过渡 这次的 这个奖金制度改革 让我们每个人 都能拿到这个钱 这才是最重要的 很多公司 真的没有很 没有很多公司 像安利公司这样 能让我们 真是 让我们 我坐下坐下 我叫个Q&A过来 那我说好 我搞我 别碎我 我的楼太多 你死 OK 好 谢谢 对不起 所以说真的 我们公司呢 做了好多 很多的 这个工作 让我们 整个团队 可以让每个IBO 让我们整个领导 可以赚到这笔钱 实际上真的 我想 所以说真是 安利公司 我想他们的用心 是让我们IBO 更能赚到钱 实际上很多人 以前都说 哎呀 以前都是安利公司 把上面的钱 给到下面新人 更重要 实际上 我听了以后 正经听明白了以后 才知道 哇塞 安利公司 简直是 拿出更多的钱 让我们大家 能赚到钱 实际上我们做 吃也好 还有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 我们都希望 能得到 我们所应该得到 对不对 所以说 真的非常感谢 安利公司 也感谢各位领导人 我们一直在说 传大了 难掉头 实际上我们用一年的时间 把整个的这个 讲经之处 了解了好以后 我们看到 刚刚 咱教姐 刚刚一开始 就跟我们讲了 我们整个团队的 这个 所做的 所以说 我感觉真是 老师超盘教育太好了 真的 如果我们一些 散兵游泳的话 大家各做各的 绝对不可能有 今天的这种 这个 这种现象 而且安利公司 也看到我们整个团队 都是在 跟安利公司 一起配合 所以说真的 我感觉 不管怎么样 在座的领导人 都是在做 积极的配合 真是在 强硬老师的 超盘团队 这个教育 其实真的 自从我进来 安利那一天 我就没有 听陈老师讲过 安利公司 哪一点不好 安利公司 任何出现的 新的制度 老师说 太棒了 你们一定要的了解 公司一定这样去做 有他们的这个目的 而且一定是让我们 多赚钱 没有一家公司 给钱越来越少 还有更多人 愿意去跟他一起做的 你说对吗 所以说我真的 非常非常感谢 安利公司 所做的一切 刚刚咱教杰也说了 我们新人很重要 其实我们老人 也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没有这些老人 新人怎么进来的 你说是吗 所以我感觉 真是老人的 新人的 用老人的爱与关怀 老师一直在交给我们 怎么样去感动人们 把人们都留下 这才是我们这些 IBO所应该做的 我们今天 最多人数将近到500了 我相信我们的团队 如果一根带一个人的话 那就是1000人了 你说对吗 所以说真的很开心 也谢谢安利公司 给我们这么大支持 也谢谢安迪大哥 托米大哥 海燕姐 苏贞姐 哎呀真的 太多太多领导 就没有办法 一一去举例了 因为我们一路的成长 都有你们的帮助 非常感谢 那下一位呢 就是我们这个 我们北美 超凡的定海神针 我们的惠芬姐 惠芬姐真是 那时候我一进了以后 我就感觉 哇塞 惠芬姐简直是 她的领导特质太强了 简直是让我们真的 好多好多优点都可以学 而且呢 只要惠芬姐 安迪大哥在里面 我们就感觉 好像北美市场 就跟陈老师虽然不在 我们的大家长不在 有他们这几位 这个怎么说定海神针在 我们心就很定了 好吗 那好 那我把下一个方法 交给我们惠芬姐 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孙伟大哥 好 非常非常感谢 Denio姐这一次 做这样的召集 好 非常感谢 Denio姐在所有的 这个工作人员 员工 跟我们一起分享 那刚刚那个 安迪大哥 还有几个 他们大哥 还有那个 那个孙伟大哥 都讲了 好 所以其实 就像老师说的 老师永远都说 今年是做的最好的一年 现在是最好的时候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这么多年做安迪来 真的 我觉得首先 首先最要感谢是什么呢 除了感谢安迪公司 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 真的要感谢老师 因为老师来的北美 带动我们 教会我们怎么做市场 然后也教安迪大哥 来帮我们 做得更正规之后呢 让我们的成绩 给安迪公司看到 所以安迪公司 才因为这样 有了中文目录 安迪公司因为这样 招聘了更多 会讲中文的 优秀的员工 来为我们支持我们 所以我觉得真的 非常非常感谢 因为过去 不管在没有 Deniel姐 没有这些 讲中文的员工之前呢 我自己对奖金制度 都搞不清楚的 因为也没有人解释 所以我觉得真的 非常非常索性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老师来的美国 带动我们的 华人的市场 让公司 看到华人的渴望 然后呢 给我们最好的支援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公司 非常感谢Deniel姐 跟所有的同仁 对我们的 这一份的支持 让我们今天 永远都跟安迪公司 有最紧密的联系 我们没有错过 任何安迪公司的 新的政策 我们没有 我们永远可以 领到安迪公司 给所有职销商 想给所有职销商的 奖金对吗 所以我想今天 我接下来呢 我想最想要 分享的就是三个 这就是 Why跟How跟Why 所以刚刚呢 Deniel姐 是不是告诉我们 Why 为什么公司 要给这些奖金呢 为什么要做VCS呢 然后呢 也说How 那这些奖金 我们应该怎么去领呢 那我想最重要就是 Why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觉得真的 非常非常感谢 我们的老师 把我们老师的三个儿子 都培养得这么优秀 尤其是我们的 德佩格格金美姐 哎呀 非常的开心 他们两年前搬到了美国 跟我们一起在北美 做本地的市场 那我们的老师是世界第一 那老师的大儿子 德佩格格金美姐呢 也是第二代的 安逆第二代的世界第一 那我想 我自己印象中 这个世界第一 也超过 也超过有十年的经验 我觉得真的太了不起了 所以我想接下来 像我们今天 很真感谢 帮我们集合了 所有的草莲的学生 所以我觉得 这就像是超凡 我们在疫情 这一期间 老师没有办法回来 没有超凡大会 我觉得今天 就是一个超凡大会 我相信 如果老师今天在场的话 老师一定在这个时候 最想为我们做 拆招解招的工作 对吗 所以我觉得 非常非常的开心 今天呢 德佩格格在最后 为我们做最棒的 拆招解招的工作 我想公司给了 这么好的政策 公司也告诉我们 接下去 要怎么去领这个奖金 但是呢 到底我们具体 该做些什么呢 我想这是此刻 我自己最想要知道的 我想所有兄弟姐妹 也一定很期待 也很想知道 就是接下来 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们才能够 拿到公司 给了这么好的努力 好吗 所以呢 我想最后的时间 交给我们 世界第一的德佩格格 欢迎德佩格格 好的 谢谢惠芬 首先呢 也谢谢我们 Deniel 还有Kevin 还有Summer 今天为我们做 这么详细的公司 新才年这个奖励计划的 这个分析 那我回来美国呢 已经一个多星期了 好不容易呢 这两天时差调过来了 可是昨天晚上呢 居然又来时差了 各位 因为这次是我们第一次 北美的这个线上会议 其实我的心情 是非常忐忑的 那这时候呢 我就在想 哎呀 如果我的上限带 该有多好 大家都知道 我的上限就是陈老师 各位对吧 我相信其实老师 一定非常关心我们 所有北美超凡家人们的成长 特别是在 这一年多的这个疫情底下 我相信这个 最近这段时间呢 我刚从台湾回来 那台湾最近疫情呢 非常的严重 所以最近他们呢 都一直在讲一段话 这是我想在开头 跟大家分享的 他们就讲说 以前古人讲 上班是为五斗女折腰 但是现在因为疫情呢 上班已经不是为五斗女折腰了 而是折瘦 各位 我觉得这句话 讲得非常的贴切 就是很多人呢 其实他们是 很不想去上班的 为什么 因为总有一些 这个就是场合呢 你是不能戴口罩的 比如说你要吃东西啦 要喝东西啦 可是现在我们真的是 本能的只要看到 对方没有戴口罩 我们就会紧张 就会头皮疤嘛 但是这也是没办法 真的想想呢 都要特别感谢 当年我们的上线 把安利的这个事业机会 介绍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疫情的 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 我们仍然能够很安全的 不管是透过线上也好 不管是透过我们其他的途径也好 特别是我们有最好的扭吹来 可以提高我们自身的这个 就是体质 让我们能够尽量的呢 就是对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病毒呢 我们能够不是这么的这个惧怕 那我想呢 其实今天听完这个 Deniel跟Kevin 还有Summer的这个介绍 我觉得就像刚刚我们Andy大哥讲的一样 其实为什么公司很棒的一点就是 虽然公司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 而且呢 已经连续排名世界第一多少年 但是公司呢 仍然呢 就是一句话 就是好是更好的敌人 好公司仍然不断的在精进 不断的在进步 好所以为什么Andy大哥说 公司这么多年呢 一直在与时俱进 好其实我非常认同 这个Andy大哥的这个观点 好包括 刚刚我们听Deniel在讲的时候呢 好 我很开心的听到一个讯息 好就是关于这个Q12奖金 好我们基本 好今天在老师的团队 符合这个奖贤的人呢 大多数是我们都能够比去年 多拿3000到6000美金的 好各位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可喜的数据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公司在这个政策之前 好我们就在做 我们平常在做的事 好当公司这个政策开始的时候 我们仍然在做 我们平常在做的事 各位换句话说是什么 同样的努力 但是我们今年的收入却比去年更高 好各位 这个意味着什么 好意味着是不是公司 他对我们更好 然后呢 他更懂的就是说在 现在这样子的这种情况底下呢 好 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团队 变得更加的稳健 好 所以我觉得就像今天 Daniel讲 其实公司的目标就是两点 第一个就是深化VCS 第二个就是深化产品的这个分项 好我想我记得 好当年老总裁 以为是还在的时候 好他就讲 他说其实安利事业非常的简单 好就是从我们身边的人开始 好 所以我一直记得 好当时我们自己在讲课的时候 我们也在跟我们的IBO在分享 就在想说 各位 其实你们觉得安利事业Q简不简单 好 因为很多的奖金都跟Q有关系 好 包括像今天我们做到皇冠大使 我们的GAR奖金 好 也是跟Q有关系 好各位 其实Q 大家觉得难还是简单 好各位 我觉得如果说今天我们能够 跟着公司的这个步调 也就是深化VCS 然后深化分享产品 其实Q是非常简单的 好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努力的一个目标 也就是这两点 各位为什么 其实很简单 好因为安利事业呢 好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进来的这个目的都不一样 好有的人是为了好的产品 好有的人呢是为了 觉得在这个环境学习很开心 好那有的人呢是为了收入 好那各位 那什么样的人会在安利事业里面成功呢 好我想机会是给想要的人 还是需要的人 这两种人谁能够把握 好各位我觉得 当然是需要的人 他才能够把握机会的 对吗 因为想要不见得他需要 可是需要的人呢他一定想要 好就像当年我的母亲 好当年他走进安利事业的时候呢 好很多人都知道我们的故事 好我从小呢曾经就因为只是买了一个汉堡呢 好然后呢就被老师打得半死 好那各位 那那一次的那个印象呢是 我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因为从小我很调皮 几乎天天挨打 好可是呢 每一次呢 好我都是 就是反正就是打我的 不管是这个我妈妈也好 或是我奶奶也好 好 他们都是很生气的 瞪着我 可是只有那一次我挨打呢 是我也哭 然后我妈妈也哭 好各位我想 所有为人父母的 我们都能够体会老师当时的这种心情 好 为什么连孩子想吃一个汉堡都吃不起 好 很多人这些 特别是一些刚进来的IBO 你们都不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 可是这却是千真万确的 所以当年的老师 他就是拼命的在找机会 因为他需要一个机会 而这个机会 只要能够让他的三个孩子得到温饱 他都愿意全力以赴 好 可是安利事业却是非常的神奇 好 就像我们经常讲的 我们原本只想要一片树叶 可是他却给了我们整片森林 我们原本只想要一滴水 但是他却给了我们整片海洋 好 我相信当年的老师一定没有想到 有一天他会在这个事业里面 做到世界第一 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的 我们当年刚进来安利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人的动机都不一样 但是我想如果说我们是真的需要机会的那个人的话 那我们的动机一定是最强烈的 好 所以为什么我想就像公司前段时间 好 做了一个调查 好 就问一些新进的IBO 好 就是说你进来安利 什么最吸引你 他们就给了这些IBO一些选项 好 那各位你们想知道这个基本调查的答案吗 好 结果这个答案是所有的IBO 他们选择安利 好 各位 第一个就是额外的收入 好 各位我想钱不是万能的 但是没有钱是不是也万万不能 好 就像现在的这个疫情底下 好 我觉得 最近这一年多的时间呢 当我们在跟人家讲机会的时候 很有意思 好 居然认同的人越来越多了 好 各位 为什么呢 是因为整个疫情的关系呢 人不再流动 各位 当人不再流动的时候呢 钱就不再流动 当钱不再流动的时候呢 整个经济的景气就会下滑 好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呢 他们觉得额外收入的这个重要性 好 这是我一年多的体会 以前推荐很难 好 但是现在推荐呢 似乎变得不是这么的难 好 各位 我想这就符合公司的调查 大多数的人 他们会走进安利 会愿意来经营来了解 第一个绝对是收入 而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才是集职 也就是说 我要上什么样的奖刑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海外研讨会 好 所以我觉得说 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个 呃 公司的这个讲解是非常重要的 就让大家知道啊 好 我们做同样的工作 好 我们只是强化这两点 VCS 跟分享产品 我们的工作量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的收入却能够增加 好 各位就像老迪维士说的一样 好 其实就是从我们身旁的人 好 把它变成我们的顾客开始 好 各位 非常的简单 好 各位试想 如果今天 我们真的是要经营安利事业的 好 各位 请问 这么好的产品 我们先不说这么好的机会 这么好的产品 好 当每一个人 他都想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来抵御 这样子的疫情的时候 请问 我们的扭吹来 好不好消瘦 各位 肯定好消瘦 好 我们先不用讲 安利其他这样的产品 好 只要有一个家庭 接受我们的扭吹来 好 他用上了我们的扭吹来 好 各位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算过 他们不需要把我们安利 所有的产品都用 好 他们只要很认真的用扭吹来 其实 只要每一个月 有20个家庭 他们认真的在服用扭吹来 我们Q是亲而易举的 各位 这是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好 所以 为什么老师经常告诉我们 成功不是轰轰烈烈 而是点点滴滴 好 其实 个人的VCS分数 150分以上 真的不难 好 然后让团队 80%以上的VCS 各位也不难 为什么 因为安利的产品会说话 好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 我们今天 听完公司的这个政策 我们首先 我们要给自己设定的 第一个目标 好 也就是做到这一点 好 那真的接下来 我真的我很想讲的 就是感谢 好 真的 感谢公司 好 真的 也感谢 好 包括刚刚我们从前面 好 我们的这个安迪大哥 好 各位 因为今天我们非常幸运的是 我们在老师的这个家庭里面 好 真的 这个是一个题外话 但是却是我最想说的 好 真的非常感谢 安迪大哥跟苏贞姐 好 我们没有来美国的这几年 好 真的 我们的市场 都是安迪大哥跟苏贞姐 真的 无私无我的 在照顾 好 真的今天我们团队的很多的这些成长都跟我们这个家的文化有关系 好 所以为什么今天好我们就像我们非常感谢公司的道理是一样的 好 我记得有次全球的皇冠大使会议上面当时老狄卫士还在 好 那时候他已经坐着轮椅了 好 结果有一幕是让我们所有在场的皇冠大使都热泪盈眶的 是当老狄卫士被推上台的时候 他把他的孩子跟他的孙子都叫到台上 然后很慎重的对他的孩子跟孙子说 就是说今天我们两个家族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保障所有全球IBO的这种生活 好 让他们能够过上好日子 好 各位 这也就是安逸的这种精神文化 好 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们特别的幸运 好 也真的很感谢 好 当年我们能够相信我们自己的介绍人 好 走进这样子的这么有诚信的这个公司 好 那我想接着下来就是计划 好 当我们设定了这个亲基的这个目标之后呢 我们的计划应该怎么样呢 好 所有的大的计划呢 都是由无数个小计划累积而成的 好 所以我觉得我们所设定的这个计划 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要分段 好 因为安逸是个累积的事业 好 那如何分段呢 好 就是先从简单的我能做的开始 好 我们不要好高物远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目标 好 都是希望能够上北翠能够上钻石 好 能够上华冠大使 好 但是我们的计划我们要先从自己个人 我们现阶段开始 各位 这个计划是什么 我觉得自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为什么 因为安逸不是推销而是分享 什么叫推销 什么叫分享呢 好 就像今天卖车卖房子的 他不见得他自己开的就是他卖的那个车 或是他卖的那个房子 好 但是所有的经营者他都是分享 好 也就是他自己用了很好的感觉 他讲给人家听 所以为什么要自用 就像我刚刚在前面讲的一样 安逸的产品会说话 好 只要你去用一定有感觉 好 所以当你有感觉的时候呢 你去讲了大多数的人呢 他们是愿意接受的 好 所以无感就是无用 如果我没有感觉我去分享 那这个分享一定是无用的分享 好 就像我很高兴听到Daniel说 公司接受了我们这个分享包的这个建议 好 因为有一些人呢 你一开始呢 你跟他分享很多 好 他因为他不了解我们产品的这个特性 好 所以呢 他可能在接受上有一些难度 好 但是公司很棒的就是接受了我们这个建议 所以各位 所以现在公司有这样子的这种分享包 是不是就是可以让我们随时随地去跟身边的人讲 好 就像我们经常问人家说你们知道吗 在吃纽椎来的时候要什么时候吃最好 哇 这时候答案了五花八门 就说 比如说你这个这个睡眠不足的时候吃啦 或是你压力太大的时候吃啦 或是你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吃啦 结果呢 老师笑笑说 不对 是有人的时候吃 好 各位 为什么 因为当有人在旁边 他看到你吃的时候呢 他就会问说 哎 你在吃什么 好 各位 这个时候就不是我要跟你讲 是你问我的 那你问我 我基于礼貌性 那我就要跟你回答 好 我就要告诉你说 我吃这个 我吃这个 好 他就问说 那你为什么要吃这个呢 那各位 我想这个不是今天我要讲的话题 好 请大家跟你的领导人呢 去参加你们教室的营养课程 因为营养班里面呢 我们有很多很棒的营养老师呢 都会告诉你 好 人体的 几大系统是怎么样的 好 然后每一个系统 好 我们每天需要的营养素是怎么样的 好 大家去了解这个原理 好 所以各位 所以大家都知道 有吹来什么时候吃啊 就是有人的时候吃 太棒了 好 好 各位 那我想呢 其实 不管说今天 我们健康也好 或是什么也好 好 其实自用 好 就是让人家看到我们的这个改变 好 因为人家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改变 熟悉的人觉得我们陌生 他很好奇 好 比如说 你原来呢 好 你看起来就是 呃 精神状态不是很好的 好 那可是当你精神状态变好的时候呢 人家就会 很好奇 好 就像我记得 我的第一罐 这个高蛋白是怎么分享的 好 各位 其实当时我根本就没有想要去分享我们的高蛋白 好 因为才刚开始嘛 然后自己在工作 我也没有觉得我要去分享产品 好 就是那时候自己做业务 那各位 有做过业务的人都知道 经常三餐不济 是要配合客户的时间 好 所以十个业务 九个都有胃痛的毛病 好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是即将有胃痛的毛病 好 是一定会有的 好 因为你的工作方式 就已经决定了你的这个生活状态 所以那时候我们公司呢 好 从来没有全员到齐过 每天都一定有一个同事 是会去看胃病的 好 然后呢 我就有一次就听到台上的老师讲我们的高蛋白 好 就讲 他是怎么修复我们胃壁细胞的原因 我就开始吃 各位吃一吃 吃一吃 那你知道 好 我这个人呢也是好 就是也也没有特别的去体会产品 总而言之就是我不再胃痛了 好 当我不再胃痛之后呢 有一天我一个同事就问我说 哎 德沛 你最近很奇怪哦 我说怎么啦 他说都没有看到你请假 好 你这个我们每天 就是我们每个月呢 都至少要去看一次这个就是肠胃科 好 那你怎么都没有呢 好 然后你到底是有什么秘方啊 我就想到说是我们的高蛋白 好 各位 当我把这个讲给他听的时候呢 各位你知道我这个同事居然很生气 好 他就跟我讲 他说 德沛 你这个人做人不好哦 好 各位 我吓了一跳 好 因为我质问我为人还不错 好 居然被人家讲我做人不好 我说为什么 他说 你自己有这么好的这个营养补充食品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好 各位 于是我就这样子被逼着分享了第一罐的高蛋白 各位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好 所以我觉得各位自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各位 包括我们的这个雅兹 好 各位 真的现在就是颜值经济的时代 各位对吧 只要你热爱产品 产品都能够在我们身上发生变化 好 像刚刚我看到我们的安迪大哥 各位 你们一定不相信我们安迪大哥已经是花甲之年了 各位对吧 好 各位以前讲花甲之年很恐怖 花甲之年是60岁 大家是不是看不出来我们安迪大哥60岁了 好 各位 那你们知道吗 你们今天看到镜头的这个德佩哥哥 我也50多岁了 真的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50多岁了 好 真的我还以为我20几岁呢 好 那各位 那这个是什么的效果呢 好 就是我们热爱产品的效果啊 好 各位你知道现在就是颜值经济的时代 对吧 好 所以我经常讲这个笑话 说古时候呢 这个英雄救美 好 各位 颜值经济不是21世纪是古代就有了 好 英雄救美呢 如果这个英雄是帅的 那被他救的这个美女呢 就说 这个英雄感谢你拯救我 小女子无以为报 只有以身相许 各位对吧 因为英雄很帅 好 那如果英雄是丑的呢 那这个小女子呢 就说 我无以为报 来世做牛做马 各位对吧 谁知道还有没有下辈子 好 那各位 还有一个版本 更好笑 就是说 不只是美女看英雄有没有颜值 英雄也会看他救的那个女的有没有颜值 如果他救的是一个美女呢 如果这个美女说他要以身相许的话呢 那英雄就会跟美女讲说 姑娘 此话当真 各位对吧 那如果这个女的是丑的呢 这时候他说 我要以身相许 这时候英雄说 姑娘万万不可 各位 所以呢 从古时候呢 就有颜值经济的时代了 各位不是只是现代 是以前就有颜值经济的时代 好 那各位 如果今天真的我们 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了 但是真的就是因为 我们很热爱产品 所以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在 就是产品都在我们身上了 真的我们都变成产品的产品 好 各位你们刚刚看看 包括我们所有出现的这个 前面分享的这些领导人 好 各位 你绝对都不敢相信 最年轻的都已经快50岁了 各位对吧 好 刚刚我看到我们汇芬 哇塞 还是像个小女生的样子 好 所以各位 这就是我们这么多年 热爱产品的这个效果 好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计划呢 就是先从热爱产品开始 好 然后呢 这个真的就是 我觉得安利就是非常的简单 好 我们每一个人呢 我们每天都在扮演一个角色 就是消费者 好 那各位 我们同样的消费 可是今天我们选择跟安利公司合作 我们成为公司的IBO 以前的消费呢 我们是完成他牌产品制造商的梦想 可是现在我们消费呢 就是完成自己的梦想 好 那各位 你觉得这样子的这个平台 这样子的这个机会 是不是很棒呢 所以我觉得其实计划 不是什么多伟大 多了不起的这个计划 而是就是从自用开始 当我们自用了 我们的形象改变了 我们的方方面面改变了 各位 自然而然 我们就很有感觉 当我们有感觉去分享的时候呢 各位安利就是非常生活化的 如果我们能够每个月 我们碰到我们身边的人 当他们好奇的时候 我们持续的去跟他们分享产品 各位是不是就像刚刚 我在前面所讲的一样 如果当我们有20个家庭 能够透过我们的分享 热爱并且使用安利的产品 各位Q是不是就非常简单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在计划里面呢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精确的数字 一定要有个精确的数字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是 认真在经营安利事业的 当然这个数字不是由我来帮你决定 因为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事业 可是这个是由我们自己去决定的 如果我们自己不是太了解 我们现在的这个程度 去制定这个数字的话呢 那各位 我们是不是还有最棒的上线 我们可以跟自己的上线讨论 好说上线那我现在我已经自用产品 到什么程度了 我已经学习到什么程度了 那我对什么产品是很有感觉的 好那你能不能够给我告诉我说 那我接下来我每天我要做些什么 好各位 我觉得我们每天可不可以跟一个顾客 分享安利的产品 好各位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蛮合理的数字 好如果说今天我们真的是在 经营自己的生意 各位不管开什么店也好 好哪怕开那种古董店的 好人家说好三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 各位哪怕是开这种店的 各位你能不能够允许 好自己开店一天 只有一个顾客呢 好如果我是经营者的话 好各位我想这个绝对是一个 你不能够接受的数字 对不对 好至少要超过一个 好那我们就以这个标准 如果我每天都能够跟一个朋友 分享安利的产品 好各位 我可以跟大家讲 你们大胆的去分享 一定会有人需要的 好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如果我们跟人家分享 安利的事业机会呢 或许有人需要有人不需要 但是当我们跟人家分享产品的时候 其实我看到身边 大多数的例子跟数据 好其实基本的十个有八个 他们会需要我们的这个产品 好那我们重点就是我们 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计划 让我们自己每天去做 好安利事业呢 它就是一个量变齐变的道理 好这边呢就让我想到一个笑话 好就讲到呢有对夫妻 好那这个他们可以算是青梅竹马吧 那这个老公呢是初中就开始追这个老婆了 好然后就追追追追到长大 他们就结婚了 有一天呢老婆就问老公说 老公啊我很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很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就说我们初中同班的时候啊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暗恋我的 然后老公看着他就笑笑说 老婆你想听真话吗 老婆说当然啊 他说是这样子的啊 那时候呢我给全班的女生都写了一封情书 全班没有个漏掉的 可是只有你回 各位讲完他就哀悼 好各位我觉得这个笑话很好笑 好各位也就是说量大一定会有一个 各位对吧 可是其实安利的产品 各位你要相信 如果你跟全班的人分享的 我保证不会只有一个用产品 一定有一大半都愿意用安利的产品 因为安利的产品真的太棒了 那我想呢 接着下来呢 就是行动了 其实行动呢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呢 也是包括了这个话题 各位其实安利的行动呢 我觉得就像老师讲的 两个自我 第一个就是自我改变 自我改变怎么改变呢 因为一开始我们做的时候 我们一定不会有什么成功的事实 去跟人家分享 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原来的那个重点 就是我们要自用产品 我们一定要自用产品 因为自用产品才能够让我们改变 当人家看到我们的这个改变的时候 我们非常产品 是不是就非常简单了 所以我觉得行动的第一个 就是自我改变 如何自我改变呢 就是自用产品 自用产品之后呢 我们就一定能够分享产品 那当我们开始分享产品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从我们的这些VCS当中呢 去找到那些想经营的人 因为当我们开始做分享的动作的时候 他用了有感觉 他也会去做分享的动作 于是当他开始做分享的动作的时候 各位事实上就等于他已经开始在做安利 当他开始在做分享的动作的时候呢 他达到一定的这个TP 他就会有收入 所以各位 所以这个手势度 我们就可以告诉他说 你看 所以透过分享产品 我们还可以有额外的收入 各位这个额外的收入 一开始不见得多 但是额外的总是好的 就像我记得很多的皇冠大使 现在都已经退休了 我都在听他们当年的故事 真的想想都觉得很神奇 很多顶尖的皇冠大使 现在都已经退休了 已经过着神仙般的生活了 可是他们当年安利的初衷 居然都是一个小小的梦想 好像有一个皇冠大使 他讲说他当年他做安利的目的呢 只是希望能够每一个月 多个一百块美金 多这一百块美金干什么呢 能够让他多带他的孩子出去 看一场电影 喝一个可乐 吃一个爆米 各位 这是皇冠大使 开始经营安利的初衷 好各位 我再讲一个大家最熟悉的皇冠大使 世界第一的 就是我的妈妈陈老师 好各位知道 陈老师当年做安利 听了安利的第一堂课 他听到什么重点吗 当年老师就是 因为一直不断的在找机会 可是就是总是 不是如他所意 所以后来老师接触到安利以后呢 听到台上的这个讲师在讲说 安利的产品是 百分之百满意 保证不满退款 哇我妈妈听了就好兴奋 他就在讲 他说哇塞 这个制度太棒了 安利的东西呢 百分之百满意 保证不满退款 我只要用用用呢 然后说各位对不起 这个不是个不良示范 只是哥哥讲真话给他家听 那老师当年 各位你们要体谅 当年我们三餐温饱都成问题了 所以老师有那样的想法 是很正常的 所以老师当年看到 安利有我们的LOC 有我们的洗碟金说 哇塞这家公司太棒了 我都不要讲说我做安利 我只要用公司的这些清洁用品 然后用一用用一用呢 就说我不满意 然后就可以拿去退 然后退完以后再满 然后再用用用用 说我不满意 然后再退 那不是我家这辈子洗衣服 都不用钱吗 太棒了 好各位 这是老师讲给我听的 各位你们有没有觉得 安利很神奇啊 可是老师已经 多少年的这个世界第一了 对不对 当年老师只是想说 公司的这个 就是对顾客的这个制度呢 可以让我们家呢 能够免费洗衣服洗碗 都不用钱 所以我记得老师后来还讲 老师听完台上的讲师 讲完这句话以后呢 马上就很兴奋地举手说 请问一下除了LOC跟洗洁精之外 安利还有没有别的产品 结果台上的讲师讲说 还有还有 不过呢 现在还没有进来 老师就很失望说 哎呀 如果进来多一点就好了 那这样子 我不是洗头也不用钱 洗草也不用钱 好各位 哥哥讲的是真实的故事 你们一定很难相信 当年的老师 是因为这个原因进来做安利的 可是各位真的人的想法都会改变 各位对吗 随着我们自己去使用 随着我们自己去经营 真的我们就会开始不断地去累积 所以不管每一个人 我们进来安利的这个动机是什么 一定都是从自用产品开始 不管我用产品的动机是什么 可是当我开始用 安利的行为就是会模仿的 我开始这样做 我的IBO也会开始这样做 当我们大家都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呢 我们就已经开始在建构我们的市场了 我们就已经在开始我们的安利事业了 我们就开始有收入了 那当我们有了这些之后 我们当然都知道 钱都不是外行人在赚的 钱都是内行人在赚的 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学习 要不断地跟我们更成功的人学习 各位对不对 于是这样子我们就会成长 不止我们的想法成长 我们的安利事业也会成长 于是我们就有了事实 而安利不是解释 是展示 当我们有了事实 安利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拥有了自由跟保障之后 各位请问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做第二件事情 就是分享机会呢 因为当我们有了安利的这个生活方式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分享这个机会了 就可以告诉我们身边的朋友 你也是跟我一样啊 你就用业余的时间来这边学啊 从自用产品开始啊 你就能够有额外的收入啊 那你会发现就这样子做 有一天甚至于这个额外的收入 你当初认为的备胎会比你现在正在做的 这个正胎的收入都要高了 各位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其实行动就是这两点 第一个自我改变就可以分享产品 第二个自我成长就可以分享机会 好那各位 其实今天做到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呢 其实安利事业对我来讲 他已经不单单只是哥哥刚刚在前面讲的 而是我们就像老师一样 我们是已经把这个机会当作是一份最美好的礼物 分享给身边的人 因为我们整个家族的命运 真的是透过公司的这个平台改变的 我最近呢一直在分享一段话 这段话是我非常有感觉的 好就是安利有的最大的秘密 各位你们想知道安利最大的秘密是什么吗 好我告诉大家 安利最大的秘密就是 我们每天都在做对某个人意义深远的事情 我们每天都在做对某个人意义深远的事情 好各位不讲别的 就讲老师的推荐人 我的干爷爷 他一定没有想过当年他的一个无心的推荐 好只是因为他的儿子从美国打电话回来 告诉他爸爸说 爸爸这是一个助人的机会 而我的干爷爷脑袋里面就浮现两个名单 而这两个名单的人如今都是皇冠大使 其中一个就是我的母亲陈老师 我的干爷爷当年一定没有想到 他为什么叫做无心的推荐呢 因为他自己没有听过安利的OPP 甚至于我在想可能他对产品的了解也不多 当年他告诉我的母亲上去听安利的创业说明会的时候 他是自己坐在底下喝咖啡的 因为他觉得他不需要机会 可是我的母亲需要机会 所以他完全是一个无心的推荐 他自己并没有想要去经营 可是今天我们一家人都非常感谢我的干爷爷 就因为他的这一个无心也好 善心也罢 改变了我们整个家族的命运 而不是只是改变了我们整个家族的命运 透过老师是不是今天我们所有线上北美的IBO 我们也改变了我们自己的命运呢 所以各位这是不是就印证了 我刚刚讲的那句话 安利最大的秘密 就是我们每天都在做对某个人意义深远的事情 可能这个人现在不知道 但是总有一天他会知道的 那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 哥哥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好不好 各位一定要相信呢 任何的大成功都不是一处可乘的 所以为什么老师告诉我们 我们要不断的学习 因为学习是让我们保持那份动力 让我们有这个熊熊旺盛的企图心 让我们相信我们自己可以 但是真正安利最重要的另外一个力 就是毅力 也就是坚持 所以呢我最后就把这个故事送给大家好不好 就话说呢有个年轻人呢有一天他家楼下新开了一个潮商 就像7-11一样 然后呢他就一进去 哇眼睛一亮就发现呢有个正美好就这个很漂亮的一个女店员 哇他就说哇这个女孩子长得太漂亮了 好这个简直就是我的女神 好我一定要想办法追上他好左思又想要怎么引起他的注意呢 哎被他想到一招他就跟这个这个正妹店员讲说 妹妹给我来一杯辣配 好然后这妹妹就帮他煮了一杯辣配 他说再加十颗糖 好各位你知道辣配已经够甜的咯 再加十颗糖 然后这个女店员就说先生这样不会太甜吗 然后这时候这个年轻人就跟他讲说没有你甜 各位这个店员这是不是在撩妹啊 好各位听完了这个女生呢就羞涩的笑了一下 然后看他 然后男生说嗯这招有用 引起他的注意了 然后从此之后呢 他就每天都用这招风雨无阻 每天都来配加十颗糖 然后正妹说不会太甜吗 哪有你甜 各位坚持了两年风雨无阻 终于这个年轻人得了糖尿病 各位 好各位 所以你看看 坚持是一定会有效果的 但是就像季老师讲的 努力一定会有结果 但不一定是好结果 对吧 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就是选择对了正确的方向 我们有这个坚持的毅力 哥哥相信今天在线上 所有我们北美超凡的家人们 你们一定都能够很快就拿到公司所设立的这个奖金 好不好 记得 我们就是像老师所说的 我们要百分之百的相信公司 百分之百的支持公司 好各位 为什么 因为设身处地 我们好好想 公司一定是最希望我们所有的IBO都能够赚到钱的 像刚刚本宁有在前面讲的一样 公司所有的奖金设计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多赚钱 各位其实多赚钱没有什么不好 各位对吗 而且我们每天都在帮助人家 各位那这当然是一件更快乐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是百分之百的相信公司 百分之百的支持公司的这个政策 其实我觉得VCS这个政策是非常的好 因为这样子就是等于我们所有的这个顾客呢 他都是一个真实 而且是我们真的可以去服务的 他也会最终成为我们忠诚的用户 这样就让我们的架构是非常稳健的 好吗 好那我想那哥哥今天的分享呢 就分享到这里 好再一次谢谢我们的Daniel Kevin还有我们的Summer 还有我们的Andy大哥 还有我们的这个Tommy 还有我的上线孙先生 各位大家知道吗 我是孙先生的上线 孙先生孙太太是我的上线 上线你要爱我 还有我们的惠芬 然后辛苦我们的Daniel 谢谢大家 谢谢 太感谢了 谢谢德惠大哥 我听到我特别感动 我想大家也是一样 我们看到德惠大哥 是不是感觉到好像老师就在 是不是 我们好久没有见到老师 感觉到看到老师的影子 所以呢心里面感到特别的感动 而且大家有没有感觉 像今天吃到一个特大餐一样的 是不是 很过瘾 大家感到过瘾 我感到非常的过瘾 非常感谢我们前面 一些为领导人的分享 也特别特别的感谢 这个德沛哥哥给我们的分享 刚才德沛哥哥给我们讲的 目标行动计划 希望大家都做了很多的笔记 德沛哥哥讲的很实在 具体的跟我们拆招解招 指导我们该怎么去做 所以希望大家呢 从今天以后知道呢 具体自己的目标 这个行动计划是什么 然后呢 我记得这个德沛哥哥呢 就是反复强调我们的两个重点 深化VCS 深化客户分享 所以呢 我呢把它认真地记下来了 希望每一个伙伴呢 也把它记下来 落实到我们的行动中 不要等于从今天就开始 好的 我们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祝我们超凡每一位伙伴 在新的财年 再接再厉 取得更好的成功 下次见 再见 再见